罗达在七宝庄避难 这天 他正跟赵元外两个人对坐饮茶 忽然间金老汉慌慌张张忧打外边跑进来 跑到须须带喘 进屋之后就跟赵元外和鲁达说 恩公赵元外 换了官府在捉拿鲁提侠 赵元外一听 很沉重 您坐下您坐下 慢慢说 怎么个捉拿鲁提侠 捉拿鲁提侠早就捉拿了 接着那布告贴着呢 您至于吓成这样呢 不是啊 我呀 那天不是帮鲁提侠 让到我家里去了吗 没想到 就在鲁提侠在那看布告的时候 那个布告的旁边 就站着两个便衣的官差 这个便衣官差呀 看我扯着他管他叫张的哥 到那胡同里边 他们随后就跟过去 跟过去之后 我估摸着 我跟鲁提侠在胡同里边说的话 他们没听权 但是他们已经产生怀疑了 所以呢 等鲁提侠跟着您到这七宝庄之后 就有的官差到我们家去了 就盘问我们俩俩 尤其是问我 说你扯着那个姓张的那个人 他是谁呀 我说那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说他姓张 他说是你的朋友 怎么还躲躲闪闪的 我说我们哥两个见面 说话老科得找个毕竟的地方啊 他说不对 他就想炸我 他那个小子 是不是那鲁达 我说不对 不对 那鲁达能到这来吗 我说我也不认识鲁达呀 他说你那朋友呢 我没有见见 我说我那朋友啊 向东京便连做买卖 走了 他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 我说是实话 他们指挥着我脑门子 我告诉你老头 你要不说实话 如果一旦间就找出这个鲁达来 跟你有关系 你可小心着 你去窝藏犯 我说 您放心 老爷 我可没那个胆量 就这样 你官差走了 走了 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 可能鲁提侠倒在燕门县里之后 引起官府的注目了 这两天呢 这燕门县县城里边 挨家挨户查户口 你这个户口上不在册的人 是从哪来的 都要详查细门 据说呀 城里边查完了之后 就要往四乡八卷查 要查出三百里地去 说这燕门县的县命 下了决心了 说在他这个地方 绝不能窝藏里 杀人最外 我听到这之后啊 我真有点害怕了 你这个地方 一县城 才十里地呀 查完了城里 就查这儿来了 赵远白 真要是查到你的府上 见到我的恩公 那咱们一份交代呀 您怎么回答他 现在得想个办法呀 提前做准备呀 睡不来先叠吧 对 您来的正是时候 现在还不管 鲁达在旁边一听 我看呢 这个事就这样吧 我别连累你们 我立即就走 等他查到这儿的功夫 我已经出去二百里地了 不行 提下 您马上走了 说不定 他四乡八镇 各道口都已经下上 官差的卡子了 您现在一走 正好自投罗网 千万不能走 那我不走 我也不能在你这儿待着 真有查到你的府上 你怎么解释呢 是啊 我是正在想啊 恐怕我编什么谎言 也堂塞不过官府对你的缉拿 就是啊 我鲁达是执行的人 向来做事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不让别人受遭殃 我不能在你这儿待着 我走 说着话 鲁达站起来就要走 赵元外说 您先稳住 稳住稳住 这两天呢 赵元外跟鲁达两个人 这一交往 狠头脾气 赵元外呢 是个文静人 好脾气的人 鲁达并且是暴躁脾气 他们两个人正好相互相成 挺合的 鲁达呢 管赵元外的叫赵的哥 赵元外管鲁达叫兄弟 赵元外说 兄弟 你呀 不要一人做一人当 你这个事啊 是为了金家妇女 才摊上的 你说我们要不管 我们是不是与良心都有亏呀 鲁达说是啊 你管 我知道 我做到你这儿 就是管了嘛 可是到现在 你不能再管了 你也管不了了 官府来了 你要再管 把你一块都抓起来了 我还不知道这种事情吗 您听我说 您打住到我的七宝庄之后啊 我一直在考虑 怎么有一个长久之计 能够把您保护起来 不使官府捉难 什么长久之计 这个长久之计 在我的脑子里边已经转悠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 我没默开跟您说 维军只有一条路可走 是最安全不过的 只是有点 委屈了提下 说 说 您说 让我上这儿去 我这个人呢 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 是个和尚 去我这里三十里路 有座五台山 五台山上 有一座文书院 这文书院 是个大寺院 那里边有几百僧人 文书院 文书院里边的老主持 智珍长老 寺院里边去出家 那么 替渡这个僧人 得买这度蝶呀 五花的度蝶 我都已经买成了 空着呢 没填名 就是谁能 代替我这个替渡僧人 去出家呢 一直没找着 合适的人选 您来了之后啊 我曾想到过这件事 如果 您要是 作为替渡僧人 到文书院 五台山上 去落发微僧 到那寺院里边 那可就保了钱了 寺院里边 官府中是不会到那里 去拿罪犯的 您落发微僧 一起法明 谁也找不着您了 您这件事 就算过去了 这是唯一可行的 一个万全之策 但是 我就觉得 提侠 您这个脾气 您这个秉性 上庙里边当和尚 受得了这种辛苦吗 啊 提侠 要不走这条路 您哪条路 也走不通 哪条路 都是危险之路 都有性命之用 如果提侠 能够委屈尊家 到五台山上去当个和尚 我看 这是最好的办法 提下 三次 鲁达听完了这番话之后 瞪着大眼珠子 琢磨了一会儿 好吧 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 也只可如此 想看鲁达 如今混的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人世间 没有我立足之处 那我就只有上庙里边当和尚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 赵元外说不忙 明天咱们上五台山 好 就这么定了 当天晚上 赵元外 给鲁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让他喝了顿酒 为什么呢 赵元外知道 到山上出了家 当了和尚就再不能喝酒了 鲁达嗜酒如命 鲁达 吃饱喝足之后 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起来 赵元外带了几个妆钉 这妆钉呢 挑着挑子 挑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啊 是给山上的老和尚 带的应用的礼品 鲁达呢 换了一身便装 赵元外也换了一身衣服 他们一起几个人 就构奔五台山而来 三十里路 当走进五台山的时候 鲁达一看 这五台山好景色 微微五台山 茫茫砸树林 纵纵见下水 是鸟鸟半山云 尸儿在林中 传出声庆的音响 尸儿在树木丛中 传出白鸟的声音 鲁达看到这个环境 心里边倒有一种 兴旷神怡之感 顺山路往上走 就来到了文书院的 寺院门口外 赵元外 让这和尚望里边一禀报 智珍长老 带着寺院里边的都四间寺 迎接到寺院门外 智珍长老 跟赵元外两个人含泉完了之后 马上把赵元外请进了寺院 让到了方丈之内 这方丈啊 就是和尚讲经说法的地方 进来之后 智珍长老坐在那儿了 赵元外呢 跟他对面坐在这儿 赵元外身旁这儿 又把椅子闲着呢 这位鲁达 一看这儿闲着个椅子 这位根本就没客气 一屁股就坐下 挨着赵元外 他坐下之后 赵元外发觉了 心想 这个不对 这是失礼呀 你怎么能跟这智珍长老 对面这儿坐着呢 赵元外嘀嘀的声音 告诉鲁达 贤弟 你是来替渡的 你得站起来 站在我身后 听智珍长老说话 你坐在我这儿 这是失礼 听见没有 好 好 好 老大站起来了 站到赵元外身后 这个功夫就听智珍长老说了 赵谭月 赵谭月 谭月是什么呀 谭月是梵语 就是古印度语 谭月就是施主的意音 称赵谭月就等于说是赵施主 赵谭月 好久不上山来了 今天大驾光临 给避寺生辉呀 当老今天我到这里来是有事跟您商量 前不久我跟您曾经说过呀 我要替渡一个僧人到贵宝岔落法为僧 一直找不着一个合适的人 现在呀 我把这个合适的人已经找到了 这个人哪 跟我还沾点亲戚 我把他带上山来 请长老您亲自看一看行不行 哦 好大的快。 他就直接问鲁达, 请问这位施主, 你是哪里人士? 好, 我是关基路上的人。 哦, 俗家尊姓大名啊, 俺, 关基路上, 姓鲁。 这就要报自豪, 他这一报名, 赵元哥可吓坏了, 赵元哥心想, 爹呀, 你可别抱出来, 我姓鲁明达, 我曾经在关基路上当过提侠, 我三圈打死了任关西, 然后我跑到这儿了, 没地儿待了, 上到这儿当和尚来了, 那就全吹了。 赵元哥反应特别快, 拿胳膊手一碰他, 哦, 长老, 他是关基路上人, 姓鲁, 他叫鲁蛋, 因为他排行再大, 也没有个名字, 就叫鲁蛋, 论着说呢, 他关我叫表兄, 这是我那个表弟, 我那个表弟呀, 生性爽直, 在人世上过得很艰难, 做买卖, 做买卖赔本, 想摩古关也毛不成, 什么事都办不成, 他觉得他活得太坎坷了, 所以投靠到我这里, 一心要出家为僧, 步入清门, 故此, 我把他领到山上来了, 说完之后, 又怼他两下, 心想别再胡说八道, 鲁大一听, 心想, 超远外, 你可真会变瞎话, 一转眼这功夫, 我这鲁大就鲁大了, 我还得记着点呢, 要说走了嘴还麻烦了, 嗯嗯, 不言语了, 这任长老一听, 原来是这样, 至真长老往两边瞧了瞧, 瞧什么呀, 至真长老旁边坐着好几位和尚, 这几位和尚都是什么, 都寺, 监寺, 首座, 为难, 适者, 知客, 都寺, 都寺, 是整个管寺院里边事情的和尚, 监寺, 是管执行寺院里边清规戒律的和尚, 首座, 长老在这讲经的时候, 在他旁边, 第一个座位坐着这位和尚, 这叫首座, 除了长老, 就是他了, 最有权美, 就好像那乐队一样, 首席小提琴, 那得是拉的最好的, 他那个位置, 这叫首座, 维纳呢, 这个维纳呢, 也是古印度语的义音, 其实就是总络, 管生活的这么一位, 适者呢, 当然就是从和尚, 知客, 知客是专门管接待客人的和尚, 总而言之吧, 这几位, 这就都是这五滩山文书院里边各级和尚干部, 在这都在这坐着呢, 港老往旁边看他们呢, 那意思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你们看看, 这位气度僧人如何, 这些都四千四比一看, 心想这位, 他哪能当和尚啊, 啊, 你瞧这个长相, 他应该战山为王落草为后, 应该当山代王, 就这位这模样, 这是月黑杀人业风高放火天, 干这么事的人, 跑这怎么练经来, 这哪行啊, 那大眼珠子鸡里乌鲁烂拽, 一脸的凶器, 好家伙, 虽然如此, 但他们没说, 这镇长老说这样吧, 赵坦月, 你们先在旁边摘糖去用饭, 我和他们商议商议, 于是赵元外和鲁达, 在知客僧人的陪同之下, 上该糖去用饭去, 这儿呢, 要开个会, 至真长老看了看都四千四, 你们看如何, 都四说长老, 此人无有佛缘。 感谢观看,